你好 有事您说话 蛮小辣的 平时电视上看到你 今天刚刚看着活人了 郭老师可是直接 就奔咱这热气同学来了 好吃不如捣着 好吃不如捣着 好吃不如饺子 咱们不如捣着 吃点饺子 好 吃吃吃 吃吃吃 郭老师对咱们这个饺子 是特别的有兴趣 要不咱二位老师 咱们到里边去体验体验 看看这包饺子怎么样 你们俩先进去 你赶皮 你包 我吃 咱们现在给大家 带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今天啊 今天是成长人了 今天咱也吃了这么好的早餐 咱们在这儿一起给大家带着年 好不好 五年到了 我们给大家 外面了 你闻没闻到 这也太鲜了 这简直就是大海的味道 不许此行吗姐 全是好吃的 你好 您好 你们好 欢迎来到银口 是不是闻着味来的 是啊 太鲜了 这么多好吃的 是吧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刚才闻到的这个鲜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银口的特产海蛇的鲜味 就这个 对 和咱银口罢鱼的鲜味 我刚才煎罢鱼来着 所以你闻到的味道是鲜香咸 混在一起的 来来来 咱们先吃海蛇 好 我们银口是被称为中国海蛇之乡 所以咱们这儿的海蛇加工技艺 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及时的 我等你俩都给你俩办好了 怎么样 想不想 特别脆 好脆啊 天下第一响菜 咱银口的海蛇是比较爽脆的 这个工艺决定了它的品质 不错吧 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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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跟来到银口海边没区别吗 是不是 就是 而且银口的海蛇 我知道特别有名全国都有名 怎么样 海蛇尝完了之后 霸鱼要不要来点 再来块霸鱼 我这海蛇没尝完 你尝尝 你说观众朋友就看着我们这么吃 是不是特别着急啊 这个是我从银口带来的香煎霸鱼 这是咱霸鱼圈的特产 这个打开之后直接一加热就可以了 到银口之后去吃饭 你一定要到饭店里点煎霸鱼 霸鱼 对 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我们银口的伴手礼了 我们银口除了有海之仙之外 还有果之仙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位第一书记拿来的大葡萄 太漂亮了 今天为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银口的家乡特色 银口是一个一市两岗的城市 也是一个山水之城 是全国唯一一个可以看到西洋最海的地级市 也是特别的美 欢迎老师们来玩 然后我们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我们山水之中的第二水 是水果 我们还有盖州市水果之乡 还有苹果 红富士 还有酸甜可口的果光 第三水就是我们的水稻 就是银口大米 也是特别的美味 所以作为银口人也是特别有口头福的 哎呀 你说这么多人 老师瞅你这葡萄都着急了 快 给两位老师尝一尝 好多朋友以为这个是工艺品 习惯了 这个是我们李书记村里 就是集体经济种植出来的 都是老乡们 这个一滴水一滴肥培育出来的好葡萄 我吃着这葡萄 仿佛感受到了老乡们的一份热情 对 银口的确是一个物华天保人节地灵的所在 过完年我就有几个朋友来聊你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 必须给他们安排去一次银口呢 那必须的呀 而且我认为你还得带个助理 比如说我 一起吃生虾 对 重点你说着了姐 因为银口那个虾呀特别的美味 什么青虾海虾大顿虾 我想想就有点流口水